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alm 今天的影片我要藉由只剩一週的時間 馬上11月16號澳洲新的政策就要出來了 那當然如果您對這個澳洲的獨立技術移民 不管是走州擔保或者是自己獨立申請的部分呢 今天我想要重複這個Video來跟大家呼籲職業鑑定的重要性 當然啦 我們在做這個整個獨立技術移民還有簽證的部分 除了雅思我一直不斷的呼籲大家要往8分7分那邊衝以外呢 另外一部分就是如果你沒有取得職業鑑定 或者是你的職業鑑定已經過期的 一般來說 職業鑑定的這個Validity都在大概三年的時間 如果是過期的話一定要更新 還沒取得的一定要先做 如果我收到了無數的觀眾朋友們跟我問說 我有這個工作經驗 然後我怎麼樣 我去路外做過什麼事情 到底可不可以移民 最重要的 當然啦 我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但是最準確的方式就是去操作 申請一次獨立技術的這個職業鑑定 因為只有職業鑑定單位給你的這個Result 才是最準確的 換句話說是什麼呢 如果你今天從來都 你只是在猜測說 比如說你想要去做體檢 但是你一直不去做體檢 然後你一直在猜測說 我可能肝不好 肺不好 那也不好 你怎麼猜測 你沒有去做體檢的話 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沒有去驗血 你永遠不會知道你的血液裡面的報告 所以我很常用這個醫生的這種醫療看診的模式 來形容這個做移民簽證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我也沒有辦法隔空抓藥 我怎麼會知道說 你跟我講的三年工作經驗 到底能不能達到澳洲的法定要求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做職業鑑定 所以職業鑑定就是您要移民澳洲的第一步的這個體檢 OK 你去做全身的體檢 檢驗完了 你就知道哪邊還缺什麼 怎麼去補救它 未來怎麼去達到那個方向 然後做這個獨立技術裡面的部分 那今天的影片我想要帶大家來認識 認識澳洲有多少的獨立技術的鑑定單位 那每一個職業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花一點時間 那當然我之前還有這個我們的播放清單裡面 你也可以去找一下在我們的這個頻道裡面 專門就是做職業鑑定的部分的介紹 細節的部分介紹 那今天我想要再跟大家重新呼籲一下 如果你想要這個技術移民的 一定要先做職業鑑定的部分 當然你可以找 我呼籲大家去找你身邊的這些仲介 移民律師 那有問題的話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也可以做深度的一些服務 OK 那我們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單位叫做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那當然一聽就知道了 它基本上就是給心理學心理醫師做的這個職業鑑定的一個鑑定單位 它這裡面非常非常的複雜 我記得有一次go through this 當然如果你要讀這個心理學的 我記得好像一定要讀到Master 一定要到碩士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一些工作經驗等等 那這個是這個是這個心理學的鑑定單位 那下一個呢我們來看一下叫 把它放大一點 OK叫什麼ACWA Australian Community Worker Association 這是給社工系的鑑定單位 OK 所以它這邊當然他們都會offer membership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training的部分 那一般我們要看就會去migration assessment OK assessment這邊就很多了 你可以做Welfare Center Manager Welfare Worker Community Worker Disability Services Officer Family Support Worker Residential Care Officer 還有Youth Worker 那要看你是往哪一個方向的社工類別去走 然後透過這裡面它會給你一些guideline OK 你需要準備什麼東西等等等等 當然如果你想要自己了解的這些都是細節 你可以直接去找這些東西去看 那當然我會呼籲就是說 還是要找一個專業的professional 那種在職業鑑定還有這個簽證上面 有了解的人來幫你一步一步的來看 尤其是如果你現在已經人在澳洲的 你的簽證要怎麼操作怎麼做怎麼申請 然後你簽證不能過期等等的 那當然如果你還沒在澳洲的 很多你在國內的這些工作的這些證明啊 記得要翻譯 然後現在基本上所有的鑑定單位 都要採掃採色掃描 OK 所以拿手機直接拍照下來這樣子可不可以 一般來說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專業的掃描 因為他們都要存檔的 OK 那在下一個部分是 我再放大一下 Australian Dental Council 這個我看就不用猜了 什麼當然就是給牙醫的部分 牙醫非常非常困難 牙醫要過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海外的牙醫的話 我所知道要拿到澳洲的這個職業鑑定 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還要補很多的課程 所以呢 如果想往牙醫的部分走的話 我一般的建議就是 在高中要準備要高二高三的時候 就要開始去pick這一個topic 這一個course 然後就從澳洲的大學就開始讀 不然的話你如果是在國內讀的 然後你要再做職業鑑定的話 相對的我所了解不是這麼的簡單 OK 你看這個General Dentist 它就很多的課程 還有written examination OK 所以不是那麼簡單 然後牙醫的specialty 還有分很多種 它還要有你寫報告過去 所以呢 不是那麼簡單 OK 這是牙醫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一樣我們再把它放大 這個是旁邊這邊大家有看到吧 就是Dietician 我不知道他們的logo 那麼小 他應該那麼大一點 OK Dieticia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這是給這些營養學的職業的人做的職業鑑定 所以這邊也是通常他們網站都不是太困難去了解啦 他有些accreditation 然後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在migration的部分的assessment 我還沒有真正的去go into detail這邊怎麼看 我覺得應該是從becoming a dietitian in Australia OK Recognitions accreditation應該從這邊裡面去看 有些的這個 應該是生前不是那麼多 所以他們通常上面不會有一欄是專門寫migration用的 那當然啊 如果要正確的去點到正確地方的話 打個電話問一下 一般來說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OK 下一個我們來看是AITSL OK 這個呢之前我們在我們的頻道裡面有介紹過 所以所有的老師啊 不管你是early child 就是這個或者是secondary primary teacher 就是變成老師的部分呢 除了你要拿到你在工作的那一個州 或那一個省份的這個license以外呢 職業鑑定的部分一定要走AITSL 就是Australian Institution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 Limited 我不曉得為什麼是limited 我不曉得為什麼是limited but anyway 這裡面呢也是有 直接帶你這邊就很簡單 這個網站這邊的話 可能被我這個圖片擋到了齁 直接就有一個migration to Australia 它會只給你一些guideline 那當然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當然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它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雅思的部分 一定要到一個程度啦 那它這邊有frequent ask question 就是常問的問題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做的就比較好啦 Do I need an agent? No you don't need 那一般我們還是會suggest 你找個專業會比較好 當然那你如果不需要也可以自己做 到底多少錢這邊有給你問 然後就需不需要certify你的資料 ok然後等等等等 這邊有非常多的 所以這申請的比較多 有些有些職業經理單位 它就會provide比較多的information ok下一個是我們常用的VetAssess OKVetAssess的話基本上它很whitely used 就是因為基本上百分之七十的職業 只要不是專業的部分的話 都會跑到VetAssess來 那VetAssess唯一的要求就是 除了你要qualification 有一個這個跟你的職業相關的這個 學歷以外呢 你要在你的職業裡面至少也要 工作滿一年的時間 才能過它的full skill assessment 換句話說你如果剛畢業的話 你去申請VetAssess的話 一定不會一定是拿到一個negative ok你還要有工作經驗再加進去 才能達到那標準 當然這裡面還有更多細節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還有它很多的職業 所以你如果看 按professional occupation這邊進來的話呢 它基本上是有一個直接可以search 你的所有的這個職業的部分 那它當然啦 Nominate an occupation 這邊就可以直接search 比如說我打一個cafe 所以它會跟你講說 cafe restaurant manager 你需要需要什麼什麼一大堆的 它這邊就會直接跟你講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網站 ok 那接下來是CPA CPA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讀會計的 你必須要去CPA啦 那CPA的做法的話呢 它以我所知呢 基本上這邊有一個migration assessment 你如果在澳洲讀的是會計系的話 基本上都會在它的ranking裡面 如果不是的話 它還會需要更多其他的assessments ok 所以它可以assess這五種不同的職業 那當然它還需要這個skill employment的部分 ok 那還有雅思好 我沒記錯的話 一定要A類的四個七 ok 這是skill assessment在會計的部分 如果你是這個跟中醫有相關的呢 現在把它分出來了 所以我們看左上角這邊的話 也是有哈 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 你不管是在哪個中醫大學學的 基本上它這邊也是可以assess 那唯一我覺得比較多中醫的門檻是什麼 就是牙絲一定要寫到四個七 這是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 那下一個就是AIM 或者是他們 Name it Institute of Managers and Leaders 所以你如果是高管類別 什麼是高管類別呢 我之前在我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高管類別就是你如果是CEO啊 或者是特別哪一個董事長啊 這種高級的senior manager的這個部分的話 什麼叫senior manager 很簡單 你只要在你的business hierarchy 你下面至少管了12個人 ok的團隊 裡面12個人團隊還有三個經理 這樣子的level 你才能達到managers and leaders的這個skill assessment ok然後至少要三年以上的經驗 ok這個是manager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這是engineer Australia 所以所有的工程師都要走engineer Australia 那裡面有好幾個accord 有Washington Accord 還有Sydney Accord 還有Dublin Accord 那你一般來說 你如果在澳洲讀的這個工程師類別的話 基本上都在裡面台灣等等 基本上很多都是followWashington Accord 你只要在Washington Accord裡面的話呢 也會達到標準 那如果沒有 沒關係 他還有一個CDR 就是要求你在 多花更多時間寫三份報告給他 也是可以過關的 接下來是 Australian government Civil Aviation Safety Authority 那看起來是什麼 如果你是pilot 這個駕駛飛機的飛行員的話 就要走這一個職業鑑定單位 好 下一個 Trade Recognition Australia 你是做trade 廚師 木工 修車 等等的 trade 水工 電工 還有pool tile的 刷油期的 就要到我們的Trade Recognition Australia 做這個職業鑑定 所以一般來說 很多很多的都是在工作類別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還在寫四五七 其實已經沒有四五七了 應該是482的部分了 還有ACS Australian Computer Society 如果你是讀IT類別的 你是Software Engineer 或者是你是走AI等等的這些 直接跟電腦有關 編程編輯 Multimedia 反正只要跟電腦有關係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ACS 所以ACS這邊很容易看 這邊直接就Migration Skill Assessment 然後它會跟你講很多的Guideline 我記得沒錯的話 這邊會給你一個Guideline 然後你按進去以後 它就直接一大本 厚厚一本 我是覺得沒那麼好用啦 因為對一般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太Bulky了 但它這邊也是FAQ 就是Frequent Ask Questions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你有一些一般很多人在問的Question Is my course accredited 他可以幫你查 OK 接下來是 Australian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Agency 就是其他的醫生類別的 醫生其實分的非常非常細 每一個不同的內科外科等等的不同醫生 他還有不同的這個 Specification and Requirements 還有呢 這是AACA 這是給Architect 所以這個建築師 建築師的話一般來說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就是你一定要到 跟那個心理學是蠻像的 一定要到碩士 然後再加上 然後這裡面中間 學識到碩士的部分 應該還有很 不知道多少時間 Hours 或是weeks的這個 Internship 要去Complete 拿到了AACA完了以後 基本來說 你只要能夠畢業於建築系的話 移民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記得之前還有做過幾個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呢 是法律啦 法律的話 我今天是開個 Queensland Law Society 那法律它沒有直接的 直接潛艇單位 每一週你要被 amit to become either a solicitor or a barrister 所以每一週都不一樣 所以你在昆斯蘭 你就search 昆斯蘭 Law Society 如果你在雪林 你就search New South Wales Law Society 你在Victoria 你就要search Victoria Law Society 只要被這幾個 law society amit的話 就同等於取得 這個職業鑑定的這個要求 OK 那這是我今天很快速的在15分鐘內 跟大家做所有澳洲的職業裡面的鑑定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個簡單的這個video呢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您要focus在這個獨立技術移民的部分 不管有沒有州擔保 或是自己操作的話 這個職業鑑定一定是第一步 如果這一步沒有拿到的話 你後面再多的東西談都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呢 我再重複一次 直接建議就好比 你去做一個全身健康檢查一樣 你才能知道裡面 你的身體哪裡好 哪裡不好 哪裡需要再補強 OK 那當然如果全部都OK 沒問題拿到一個報告是positive 那very good 那表示你已經過了第一個門檻 我們可以直接去申請EOI 當然你分數一定要過65分 OK 那這是今天的video 如果觀眾朋友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您留言給我 那最後呢 我邀請大家到我們的粉絲的這個專頁 在FB裡面 幫我們按上大大的讚 還有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按下訂閱 記得旁邊您要把勾選起來 叫我們易有新的video 您才能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消息 謝謝您的觀賞 掰掰